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阿美 頌参天 風掌 滿光華 既日非凡 是回根 唐朝女皇 无则天 美观 流共分带 手心 三千尊爱 山月寂波 沉浮身 万丈雄心 难为你 距离天下 微风凛凛 桥醉心事 又谁知恋 万情何净 泪湿石流去 看出成灵 知其无识情 总恨天下 二十年 神功美丽 任平田 两年平将在人间 与众豪杰 无则天 雪儿 雪儿 喵喵 雪儿 喵喵喵 妹娘 妹娘 我刚刚去找你 柳妈说你出来找雪儿了 是吗 雪儿会乱跑 在那 雪儿 睡不听话了你 雪儿 王爷 你怎么还不睡觉 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 我想你 是 妹娘 我睡不着 妹娘 妹娘 是 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情报 不错 也有两件大事禀报 好 你说 哪两件大事 第一 皇上原谅了太子已经把他放了 只告诫一番而已 李大人 我们刚才研判的情形果然不错 张兄 第二件大事 皇上请来了神像袁天罡道长进宫 袁天罡 现在人在哪里 皇上把他安置在长丰殿 皇上请袁天罡来干什么 一则是为了求语 二则是请他为常山王 魏王 靖王三人看相 皇上重新确定立谁为太子 好啊 袁天罡 你明知朝中有我 你还想进宫来向我挑战 参见掌孙大人 别离 掌孙大人 让你余尊将贵 一驾来见 我这深山野人实在罪过 严重严重 若非皇上清醒 换了别人 请道长下山 道长还未必肯来 老夫朝政繁忙 未曾远迎 还请道长原谅 大人千万别这么说 贫道担当不起 大人 只因朝中有变才不得不请大人来商讨对策 朝中有变 明日贫道在层观 做法齐日 皇上与文武大臣也都在层观之上 因此贫道请大人 暗中在层观之下 安排御林军应变 道长你所说的有变 所指的是 此乃天即 请书评道还不能泄露 是是是 老夫就遵照道长的意思 暗中妥善的安排 谢 武梁守复 武梁守复 天丁 积极如律令 明娘 你要去哪儿 我去看元天刚祭天求雨 这么好天气不会下雨的 我们去往风车 走走走 走 走 走走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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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贤 你要干什么 父皇 请述孩儿无礼 父皇已经对儿臣有了成见 改立太子已是迟早的事 孩儿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父皇如登现在当场宣召退位 传位给孩儿 否则 孩儿就对不起父皇了 你敢 请父皇三思 住口 你这个孽子 你想逼父皇退位 就凭你这种协会 父皇就要废你胎子的名分 果然不错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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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是代子 也是未来的天子 为什么 为什么踮不住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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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朕抬起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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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万死 难辞心存 父皇 我 朕已非你父皇 我们君臣父子之情 已经被你一手断送了 朕只有依照潜力 皇家子孙 不能在众人之间处死 朕特传 那是六尺四军 回太子殿 子行了断 来了 在 押太子回殿 在 等一等 臣启奏皇上 臣请求皇上赦免太子死罪 不计 太子罪大恶极 你还为他请命 皇上 微臣岂能不知 无论太子犯了什么罪 还是微臣做皇后的包妹所亲生 皇后已经去世了 她所留在世间的只有三个骨肉 什么也没留下 皇上如今能够赦免太子而不赦免 皇后在天之灵也不明目 皇上 武姬 你为何要为难于朕 皇上 老臣启奏皇上 长孙大人作言极致 请皇上饶恕殿下 臣启皇上 请皇上饶恕殿下 你们不要多说了 把她押下去 是 皇上 你们 你们 罢了罢了 通通给我站起来 谢皇上 既然众亲齐声为她请命 朕就免她一死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恕 从现在起 太子从此废为庶人搭配边疆 感谢父皇老子 你下去吧 谢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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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午时之前 你必须离宫 吴才人 皇上有指 除了皇上跟长孙大人之外 任何人都不得打搅袁道长 袁道长 是我陪皇上上山去请来的 我若不来探望 余礼不合 请你去通报医生 他一定肯见我的 五三人 五三人 请等一下 五三人 袁道长请你进去 谢谢 贫道见过五才人 不敢当 不敢当 这一次媚娘陪皇上上山去请道长下山 使媚娘沾上一份光荣 哪里 贫道本不想与皇上见面 后来得知五才人也御驾统领 使得贫道又不得不决定与五才人和皇上相见了 道长看重媚娘 真是媚娘受宠若惊了 五才人 往后你要走的路齐去不疲 处处断言 你要特别小心 道长 这话什么意思 这话什么意思 贫道严禁于此 不过 只要你有坚定不移的心智 当能守得云开见明月 是 媚娘受教了 皇上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奴背叩见皇上 叩见皇上 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谢皇上 五才人 你先下去 是 袁道长 皇上 朕对于道长的法力 与占星之术非常敬佩 因此 朕拟请道长看一下太儿跟智儿的相貌 看朕应立何人为太子 皇上 历太子乃是皇上千秋大业之所系 岂可托付于房外之事 不过 道长也太谦虚了 道长有话请说 是 长孙皇后所生王子 尚有魏王跟晋王两位 如历魏王 则请魏王在修身利得方面多下功夫 如历敬王 则必须请朝中众臣辅佐 李太子事怨奈自有吉祥 道长之言句句吭呛 朕自有主张了 朕自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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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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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原来是原道长 如此结局本事天意 然又何尝不是大人之谋令为赵端 道长此言下官懵懂 李大人 事情始末 岂止是你知我知 你何所知 谁何所知 天知地知 修道天高无耳目 亏心暗示有幽神 平道有义语相赠 有道是順天者唱逆天之王 李大人深暗占心之术 此理当不知 平道严禁于此 告辞 太子被废 魏王也迟早会被立为太子 是啊 赶快去向魏王道喜 将来必有好处的 好 各位大人 大人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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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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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你不要去 去一下有什么关系 魏王爷 现在在武德殿那边多少个屈烟覆射的大臣 每个人都认为魏王爷被立为太子之士 非他莫属 每个人都跑去叫他道贺 您也是王爷 您要去了 那都没面子 怎么会 他是我皇兄 被父皇立为太子 这是迟早的事 武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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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娘 你生我气 不错 我是生气了 我不但生气 而且还很伤心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你是王爷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才人 我本没有资格说你什么 可是 那我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呢 我刚经过魏王府宾客迎门 好不热闹 反观你进王府 门可罗雀 除了我 再没有别人来看你了 就是嘛 为王府那些宾客 全都是一些屈烟覆射的人 王爷还要去凑热闹 可是皇兄是个爱面子的人 我如果没有去向他道贺的话 他会生气的 道贺什么 他又不是以被立为太子 父皇立他为太子 那是迟早的事 未必如此 你也是皇子 你也有资格被立为太子 对啊 王爷要是被皇上立为太子 我小顺子也会跟着水长传高 那些文武百官看到我 也会另眼相看 小顺子 你不要乱说 皇兄再三警告我 要我不得妄想争夺太子之位 如果被他知道我有这个意图 他会对付我的 王爷 立太子是皇上决定的 你要多接近皇上 常常去向皇上请安 而且这也是你身为儿臣应有的礼貌 对对对 武才人说得对 王爷 奴妃陪您去 这 难道你连去向皇上请安的勇气都没有吗 好吧 我这就去向皇上请安去 启鼎皇上 九王子荆王爷要觐见皇上 宣 遵旨 宣九王子觐见 来 儿臣叩见父皇圣安 起来 谢父皇 我们父子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近来你做些什么 禀报父皇 儿臣在看书 是 俗语说开卷有益 多读点书总是好的 是 父皇 好 下去吧 儿臣告退 叩见王爷 奴才叩见魏王爷 起来 谢王爷 不知皇兄要来 请皇兄原谅 你心目中还有我这哥哥吗 皇兄 我一定很尊敬皇兄 是吗 那我问你 你刚才去哪儿 我 启禀王爷 金王爷是狗东西 闭上你的嘴 说 说 我去向父皇请安 你怀着什么目的去的 我 请问王爷 金王爷您久未向皇上请安 所以才去向皇上请安的 闭嘴 自己张嘴二十下 小镇他没说错 请皇兄原谅他 不行 他心目中没你这位主子 才敢放肆抢白 我是带你教训他 是奴婢错了 奴婢自己长嘴 小顺子 谢谢 魏王爷实在太过分了 打口都要看主人 何况小顺子 他是金王爷面前最亲近的人 我是没关系 我是没关系 我是个奴婢 魏王爷 存心拿我 示威给金王爷看的 我真替金王爷叫去 我无媚娘 不相信魏王爷能横心到几时 小顺子 我写一封信 你帮我送到京城武拐 越快越好 好 小心点 走走走走 你放心好了 让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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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闪开一遍 敢阻止本大爷的取路 闪开 好大胆子 竟敢挡住未来皇太子去咯 你不想活了你 你什么皇带子 亲带子 我告诉你啊 就是白带子 本辣爷也不怕 滚开 找死 来啊 来啊 再来啊 让秦某来会会你这位高手 什么高手低手的 我成某人都不会怕你的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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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打我 动手吧 好 秦某人成全你 住手 王爷 这种刁民不杀了他总是个祸 他喝醉的酒 失去理智才会冒犯本王 本王看他的身手 只有在你之上不在你之下 放了他 王爷 这 放开他 我 这位壮士 你可以走了 我没醉 走啊 走啊你 我没醉啊 改名我一定找你新秦的算账 两位大哥 你们找我师父吗 什么大哥 无礼 闭血 你一定是个奴才 所以才这么凶巴巴的 你 小弟弟 你刚才猜对了 我们要找你师父 我明白了 你们是想要看我师父练我 你等一下 我去找我师父来 只教你 不教他 师父 什么事 小舌头 师父 他们要跟师父练我 两位好像在哪见过 谁只见过 在下还领教过你的高招呢 感情是昨日在下喝醉酒得罪了两位 昨日你是喝的太醉 师父 他们是来兴师问罪的 不 小弟弟 我们是来赔罪的 昨日我的手下多人冒犯了程师傅 哪里 一定是我失礼的 理应由在下赔罪 来 两位请到大厅奉茶 请 原来您是卫王爷 承蒙卫王爷看重 草民若是拒绝 那就显得草民太矫情 而不是抬举 好说 好说 但愿你是千里马 本王则是薄弱 草民叩见魏王爷 好 不必多礼 请请 李太果然中了李大人的妙计了 哪里 这是王爷红服 魏王才会上大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王爷 王爷 小人何时才能为王爷效命 不急不急 草列 不久本王即将重用了 如今太子被废 李太又掌握在我们的手掌上 要除掉他 指日可待 王爷 微臣所担心的 不是魏王李太 李大人 还有什么令你担心的 立九的五姓少女 此女已克死皇后 说不定已经到了长安 此女不处 微臣心中难忘 好 五姓人 小顺子 你来干什么 幸好皇上还没有回宫 我知道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你的乡亲哪 那个城壮神要进宫呢 真的 真的 那他见人在什么地方 我看到 魏王爷把他带到我的店去了 太好了 小顺子 你赶快想办法 我想见他 越快越好 本王今天特别郑主向你们介绍这位城壮士 城壮士是长安城中京城武馆的管主 武功高强 年轻有为 本王特别礼聘城壮士 为本王殿中侍卫总管之职 不 魏王爷 草民初来乍到 是无法升任总管之职 希望王爷仍然由秦壮士担任 也好 城壮士 本殿的侍卫的武功 尚待加强 本王就聘 城壮士为本殿中侍卫的总教头 平时就由城壮士指导他们的武功如何 指导实不敢当 不妨互相切磋 好 城壮士 待本王被立为太子之后 将来继承大统之时 本王将会重用于你 草民谢王爷提拔 长孙大人 照目前的情势来看 皇上有意立魏王为太子 你的意下如何 老夫认为魏王爷平日的表现还不如敬王礼制 禁王年幼 童心太重 正性浩丸 我想皇上不会考虑他的 老夫认为礼制秉性忠良 摘心仍厚 将来主宰于大统一定是仁德之君也是万民之福 不错 可是皇上曾经提及将立魏王为太子 这将如何是好 下官倒有一计 李大人有什么计策 皇上明日起要下官为皇后做法七七四十九天 明日早朝之时 请长孙大人奏请皇上 等七七之七过后再立太子 七七之七转眼即过 到时候皇上还是会立魏王为太子 下官做法之前 可先细查天下 如确认禁王有天子之命 朱大人再向皇上立保禁王舞为太子 朱卫大人意下如何 朱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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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事不妙 你说 自微信已一致中攻 而且光度增强 此乃显示当年利州五姓少女 已至皇宫方圆三十里之内 此你若非已经进攻 也有可能早已到达长安城 好 先请此说 确实无恶 为臣敢以性命担保 确实无恶 起奏皇上 李大人之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有 还请皇上早做应对之策 朕一直认为此说无忌 想当年 朕与高祖先皇出生入死 身经百战 好不容易才取得天下 如今他一介女子 就能轻易篡夺朕的江山吗 启奏皇上 何不再听一次李大人之言 启命皇上 三年前所征求之天下美女 不知共有几人 共有七十二人 皇上 是否可将此七十二人 集合于玉花园中 让围臣观察他们的相貌 即可知此女是否已进入宫中 要是否可知此行 不知此行 我以为她要求你 此次祝你 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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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娘 时候不早了 别让皇上看不到你 今天皇上在曾观 为皇后做法事 替皇后拔除灾难 不会那么快回宫的 怪不得彩云他们 被小顺子来 把他们给叫了出去 小顺子把彩云 他们叫出去做什么 听说 皇上召集宫里的 所有兵妃和宫女呢 那我为什么没有去呢 是我告诉他说 你在沐浴 要到皇上的寝宫去接班 所以啊 他们就带着他们四个人匆匆地走了 去吧 如你 现在说 这个囡团 祝兵皇上 赶紧不在这些宾妃宫女之中 这么说 那位丽州少爷并未被选宫中 让他们退下吧 等一等 皇上 让微臣清点一下人数 皇上 启禀皇上 只有七十一位少了一位 对 还有一名正在朕的寝宫值班 皇上 请准许微臣看看这最后一位吧 妹娘的八卦 糟了 原道上交代 把卦不能离慎的 残忍五妹娘叩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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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有请阿尔 众賢卿 祈福法會 今日到此結束 各位賢卿可以回府修行 謝皇上 臣等告退 祈禀皇上是否發生什麼事了 沒事沒事 朕此次在全國各地選入七十二名賓妃跟宮女 只是請占星大臣來命相一番 但願奴貝之命有資格伺候皇上 當然當然 武財人的表現一直能讓朕滿意 尤其上一次提醒朕 請來袁天罡道長 朕非常的滿意 奴貝已能為皇上獻言為榮 可惜奴貝學術財遣 知道的事情不多 沒關係 孔子說女子無財便是德 皇上 你也認為女子無財便是德嗎 是 如果皇后比皇帝強 妻子比丈夫強 你能想像這個國家跟這個家庭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皇上 奴貝認為 什麼人 好人 阿美 宋餐天 風將 慢光滑 新語非凡 只會跟 唐朝女皇 武則天 美觀 流共分歹 熟悉 三千尊哀 山月寂寞 塵附身 万丈雄心 难为你 距离天下 微风凛凛 憔悴心事 永世之恋 欢喜欢喜 泪试石流去 看出长笛 痴情无识情 总恨天下 爱十年 神功美丽 任平田 两年平将在人间 与众豪杰 五则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